近日,劉松仁宣布了他演藝生涯的終結。 這個消息如同一火深深的震撼彈, 在演藝圈掀起了巨大的漣漪,讓人們紛紛注足思考。 就在那次TVB的節目採訪中, 他毅然表達了對演藝事業的徹底失去興趣, 宣告不再涉足拍戲的領域。 劉松仁,哪個曾經是中國影視界的一面歧視, 五十載的輝煌生涯, 他選擇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離場方式, 將更多的心血與精力經處在音樂表現的殿堂裏。 這個決定在演藝圈內外引發了廣泛的熱意和深刻的關注。 人們紛紛表達理解與尊重, 他們認為或許是歲月的積電與體驗, 或許是對演藝生涯的深刻反思和重新定位, 也或是對內心追求與價值觀的深刻表現。 這一次會聚成了劉松仁做出這一決定的基礎和動力。 在他們看來,劉松仁選擇了一條 更為真實和內心深處的人生軌跡, 一種更為純粹和深水的表現之路。 他的決定不僅是個人生命歷程的轉折, 更是演藝圈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思考與啟示。 這樣的選擇或許會給他帶來更多的挑戰和美智, 但也將成就一段更加豐富和深刻的人生旅程, 留下了令人深思的編帳, 激勵著更多人去追尋內心的聲音和真正的自我。 然而,儘管劉松仁的離開讓許多人感到失落, 他的選擇也引發了深思與凡思。 有人認為, 這說許是他追求個人成長與探索新領域的一個重要決定, 對此表示理解與支持。 他在演藝事業中取得的輝煌成就讓人回味無窮, 但在他的愛心深處可能存在對更廣闊天地的向往。 劉松仁的退出意味著演藝圈的一種變革, 是一種新時代的開始。 在這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舞台上, 我們每個人都是主角, 都有責任去書寫屬於自己的傳奇。 說道者,大家也能看出來, 如晴今天想講的並不是劉松仁, 而是他的一位自有家舊愛, 就在在日凌晨,他去世了。 2月25日, 港媒《傳來惡號》, 資深女星李映突然離世, 中年70歲。 關於李映離世的原因,值得大家關注。 據透露,李映在離世前幾天曾在家中出道, 朋友得之後想要上門照顧或帶他看醫生。 但遭獨居的李映拒絕, 他認為自己只是扭到腳,不是大事。 李映拒絕大家的探訪, 也不想要出門,朋友無可奈何。 李映的兩個女兒都在香港, 她本人來往於香港與溫哥華, 返回加拿大便是獨居, 朋友擔心她有意外, 除了給她做飯, 將飯菜放在他家門口外,也嘗試跟她保持聯絡。 出事當天的精神,朋友無法聯絡李映, 於是上門尋找,發現李映雖然保持清醒, 但說話已經有點含糊不清, 臉部因為噴膠導致出現瘀青, 朋友懷疑她可能頭部受傷,於是報警處理。 TVB錢花彈王淑儀證實李映離世的消息, 她在2月25日下午大約2時收到電話通知, 通知她的人是李映的大息符。 王淑儀得知,現場除了哪位報警的朋友之外, 還有藝人張惠儀她又立即致電對方, 了解詳細情況。 當時,朋友上門見到李映, 後者躺在床上表示身體不舒服, 還雪頭暈我心想要口吐, 朋友便召救護車及聯絡張惠儀, 張惠儀到場時見到李映仍處於清醒狀態。 救護員到達後, 為李映做了超過半小時的心愛按壓, 但搶救無效, 兩個朋友親眼目睹李映,從清醒變昏迷再離世。 李映離世後, 她的兩名女兒立即買機票從香港飛到溫哥華處理後事, 才剛過元年就發生陷事, 兩個女兒悲痛欲絕。 王淑儀指, 本來此事應該由李映家人公布, 但消息轉得太快, 王淑儀害怕越轉越亂, 所以才決定接受訪問,回應事件。 王淑儀還透露, 她原本約了李映在2月26日見面, 24日的時候, 她致電對方, 李映表現非常精神, 沒有任何問題。 李映的死訊來得太突然了, 王淑儀表示心情很難過, 對方一直身體健康, 極小病痛, 她可能不想麻煩朋友, 所以才拒絕探訪, 說自己沒有大事。 此前, 李映一直於香港居住, 與兩個女兒團聚, 2月14日回到溫哥華, 原定下月為當地的兒童醫院演出。 李映參加麗的電視訓練班後, 加入娛樂圈, 主演過不少劇集, 是麗的當家花彈之一。 李映先後拍過, 《星星月亮太陽半生源浪屠沙大白沙及人在江湖》 《親恩情未了》等劇集, 曾與劉重仁相亂七年。 其中, 李映在《親恩情未了》裏跟鄭秀文、 鍾漢梁合作, 他飾演兩位年輕演員的母親。 由於李映離世消息太突然, 劉重仁從媒體記者後中, 得知舊愛的惡號, 有點不知所措, 匆匆修善後, 向圈中朋友打探消息。 李映年輕時貪玩, 他與劉重仁相亂期間, 經常維持爭執。 劉重仁希望他安定下來, 好好工作, 但李映不願意, 他喜歡紙醉金迷的生活。 漸漸, 兩人從冷戰發展到和平分手, 後來一直保持好朋友關係。 李映這個名字在香港電影圈可謂魚雷冠耳。 他曾與劉重仁等巨星共同出現了電影十二日, 在螢幕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他的演技精湛, 無論是喜劇還是悲劇, 都能由人有餘地駕馭。 他的每一個角色都充滿了生命力, 彷彿是從劇本中走出來的真實人物。 除了電影, 李映在電視劇領域也有絕不足的表現。 他曾出現過《星星月亮太陽》、《半生圓》、 《人在江湖》等多部經典劇集, 成為了無數觀眾心中的女神。 他的每一個角色都各具特色, 無論是溫柔嚴肅的少婦, 還是英勇善戰的女俠, 都能讓人眼前一亮。 李映的演藝生涯可謂星光取燦。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 他就憑著出眾的容貌和征賞的演技, 在多部經典電視劇中斬路透過。 在哪個時代, 李映與劉重人並稱為金銅玉女, 兩人合作的影視作品都取得了不足的收視成績。 李映不僅在演藝事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還積極參與公益活動, 用自己的影響力為社會做出貢獻。 他的善舉和愛心讓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溫暖和關愛。 然而,在光鮮亮麗的背後, 李映的感情生活卻充滿了波折。 他與劉重人的戀情曾經轟動一時, 兩人被譽為金銅玉女, 可惜最終因為年輕和工作忙碌而分手。 這段感情的結束讓許多粉絲感到滿色。 之後,李映與婦商沉海見閃電結婚, 然而婚姻生活並不如他想像中的那麼美好。 這段婚姻最終以離婚收場, 李映獨自撫養兩個女兒。 儘管經歷了感情的挫折, 但李映始終堅強面對, 用母愛和勇氣為女兒們撐起了一片天。 隨著年齡的增長, 李映逐漸擔出了演藝圈, 選擇在加拿大安享晚年。 在以國他鄉, 他過著低調而寧靜的生活, 偶爾返回香港與老朋友聚會。 儘管歲月已經在他的臉上留下了痕跡, 但他的優雅、活力和自信依然不減當年。 在朋友們的眼中, 他依然是哪個美麗, 堅強的女神。 李映的女兒沈永廷也繼承了母親的美貌和才華。 他曾參加香港小姐選美比賽, 並獲得TVB藝人合約, 雖然並未取得顯著的成績, 但他的努力和堅持依然讓人敬佩。 作為母親, 李映對女兒的支持和鼓勵從未減少, 他用自己的經驗和智慧為女兒的成長道路提供了寶貴的建議。 然而, 就在大家以為李映能夠在異國他香港在晚年的時候, 突然傳來的離世消息讓所有人都感到震驚和悲痛。 尤其是去年他還在香港公開露面的事實, 讓人更難以接受這個現實。 許多粉絲和圈內好友都紛紛發文悼念他, 表達對這位傳奇女星的懷念和敬意。 還記得前段時間, 李映下串了電影十二日, 扮演了一個奶奶的角色。 雖然只是一個小角色, 但他的表演卻深深地打動了觀眾。 這樣的演員, 不僅是中國電影電視界的增補, 也是人類文化歷史上的文化遺產。 他的細細讓人們感到非常滿色, 同時也讓我們想起了他的輝煌演藝生涯和不屈不撓的人生態度。 李映的離去再次提醒我們珍惜生命, 珍惜身邊的人。 有時候,我們會為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而爭吵、 腦怒, 然而面對生命的脆弱和無常, 這些所事又算得了什麼呢? 我們應該學習李映的人生態度, 勇敢面對生命中的挑戰, 用積極的心態去迎接每一天。 總之, 李映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演員, 也是一位非常堅強的女性。 她優美的形象和深情的表現將永存於觀眾的記憶中。 她的細緒雖然令人難過, 但她留下的珍貴回憶和精彩作品, 將會激勵更多的年輕人勇敢地追求夢想, 並為藝術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希望李映在天堂能夠得到安息, 愿她的家人和朋友能夠勇敢面對這個不幸的事實, 珍惜每一個值得珍惜的事。 李映的離世不僅讓她的家人和朋友們感到悲痛欲絕, 也讓整個娛樂圈失去了一位重量級的人物。 她的離世是對影視界的一次巨大打擊, 讓人不禁感嘆生命的無常和脆弱。 回顧李映的一生, 她用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書寫了一部傳奇人生。 她的離世讓我們更珍惜眼前的時光和身邊的人。 讓我們懷念這位偉大的演員, 也讓我們期待未來會有更多像李映一樣優秀的演員崛起, 繼續傳承和發展香港的演藝事業。 願李映在天堂安息, 願她的家人和朋友們能夠到過這段難關。 我們會永遠懷念她, 永遠名記她在香港電影史上的輝煌篇章。 一路平安,李映女士。